大家好,我是BOSS 這裡是汐止的拱北殿 巨妙方的預報 將在耶誕節左右,楓葉轉紅 記得帶你的家人來這裡逛逛走走 那今天要幫大家示範的是 OSMO的搖臂試拍 這隻搖臂是提在手上的 擁有四個自動水平軸程 隨時來調整這個OSMO在拍攝過程中的姿態 好讓這個畫面取得更平順的表現 經過了這些10日的測試 發現這個OSMO真的已經快要無敵了 只要配合一些周邊的器材 很輕很巧的裝備 在很短的時間內 就能夠創作出大量的電影運鏡效果 那雖然美中不足的 它的這個沒有閃景的一個拍法 幾乎全部都是泛焦的廣角焦段 但是呢運用起來已經相當相當的夠用了 如果說要用單眼的陀螺依穩定器 來拍一些閃景效果 說真的啦 那個只是圖增一些震動 圖增一些失焦 圖增一些失敗率高的畫面 那終歸以上 DJI OSMO 他在大部分的作業環境下 都已經很夠用了 那不管你是實況錄影業者 分錄業者 也有人 節目業者 還有MV 都拿OSMO來進行工作 那也取得相當不錯的這個結果 所以在這邊呢 不妨齁 必須重新定位一下思考器材 到底該怎麼裝載 什麼運用 而不是一昧的 用傳統的這個設備 去用錢硬砸 砸出想要的結果來 我倒覺得就是說 高CP值的設備 只要運用得宜 多花點運鏡上的巧思 就很容易能夠在你的作品的表現上來講 異於你同業的一個狀況 所以咧 到底單眼的GIMBAL 沉重的在手上 舉來舉去 舉得腰痠背痛 所產生出來的穩定效果 還不及OSMO的效果 那是不是值得再繼續投入 這也是我蠻質疑的地方 現在的這個工作條件跟環境 都不比當年 完全找不到助理的情況之下呢 攝影師一個人要扛的裝備 何其多 在過去包括就是一定必備的滑軌 那加上穩定器 現在咧 紛紛都進入了要進入 搖臂拍攝的階段 尤其這個風潮從中南部興起的 中南部很多的業者 都在這個 他們承接的案子當中 加入了搖臂的元素 以及空拍的元素 其中空拍的部分 比較惹人爭議啦 你在人的上空飛 所以齁 PO出來的影像及畫面 常常會被網友 打...會被網友批評 那也至於就是說 空拍的這個畫面齁 會惹來安全性的爭議 那有些活動單位 活動方都會制止空拍的行為 那在台北市咧 更是沒辦法隨意的拍攝 因為已經很多民眾都意識到 這個空拍機的危險性 因此當不能空拍的時候咧 用搖臂來做一個支援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